吟口法师造的是地狱罪业 这宋朝时候 他三天的忏悔 就感动阿弥陀佛的先生 来教他 又三天就往生路 他没说他的品位 我们相信他的品位很高 决定不在下面念头 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 真正忏悔 后不再走 这这个事情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这一生做错的事情很多 不要害怕 不要放在心上 你把那个心换一换 问题就解决了 把造作尊业的那个心换成阿弥陀佛 那个造罪的心把它放弃掉 放下 心里头装上阿弥陀佛 问题就全解决了 那我们在前面 该要讲这个机缘这一段的时候 曾经说过 什么人是这个法门的当机 他的条件只有三个 心 幸运 知名 就是当机 平位高相 在乎你 你放下多少 你放不下 往生的平位低 确定放下 那就是射暴陀佛的 我们相信 佛在经上所说的 不是一生一世 又远遇到金中法门 能信 能欲 能行 不管行得得利不得利 肯定都像经上讲的 你们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 无量 祝福如来 在你的一生修学最后的阶段 云亚是成熟了 什么成熟了 自己真的 坑放下了 真的后悔 做错事情了 对不起佛菩萨 对不起护法 对不起大主 真回头了 这个力量不可思议 就能大幅度把平位提升了 是不是自己希望提升平位呢 根本没有想到 自己想到的 只是忏悔自己的业障 没有想到平位 业障消除 平位就上升了 这自然的道理 如果心里面还有个要求高平位 可能你上不去 为什么 这是一个妄念 是个障碍 这个障碍 佛在经典里面都叫我们放下 把我们对于世出世间 一切的愿求都要放下 我们的求 只求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古人有例子 现前也有例子 那不相信就没法子了 如果我们真的能信得过 直下成当 我们就会非常认真地去改过自行 每一天翻新 像原了凡 用功骨格的方法 这是对初学的人很有效果 功骨格是根据 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变的 太上感应篇给我们讲善悟果报 一共讲了290多条 这个190多条 不到200条 文字也不多 每一天念一遍 对照一遍 或者就是一无量寿经 32品到37品 这个六品经 是无量寿经里面的戒律 我们进宗学院建立之后 就用这六品经文做晚扩 必须读读书 早扩我们只读第六品 48月 直接念佛了 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候 全球的灾难频繁 人性晃晃 人性晃晃 这些菩萨来给我们做实现 来现身说法 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增长我们的信心 增长我们的信心 加强运行 这一生 决定的圣经土 不但弥陀加持我们 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例外 为什么 是一个共同体 变法界 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 哪有不照顾着道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